床上的狼人便趕緊起身 為小紅帽端來兩碗奇怪的東西 碗裡裝的便是奶奶的手指與鮮血 一絲不掛的小紅帽 終於認出眼前奶奶就是自己在森林中遇見的狼人 狼人馬上就跳上了床 強行侵犯了這沒穿衣服的小紅帽 葛營通話的故事陪伴我們度過許多愉快的童年 但在原版的葛營通話中 卻充滿了血腥與心暗事 而在原版的小紅帽中 居然發生了許多黑暗的情節 這可愛的少女居然被殘忍的侵犯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小紅帽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妖女西方有個名為奇幻國的國度 在奇幻國住著一位可愛的少女 她的美貌讓許多的男孩都會偷偷的跑到她的家門口 還會送上許多的禮物 但這些男孩不論送上多少東西 在女孩的心中卻早已認定世界上 對自己最好的就是 她的奶奶 奶奶全心全意的疼愛了這可愛的孫女 不過女孩想要什麼 奶奶都會用最快的速度交到女孩的手上 就在某一年女孩的生日 奶奶送給她一頂親手用毛線織的紅帽子 當女孩一帶在頭上時 所有參加生日會的人 居然同時大聲說到 這紅帽也太適合你了吧 看來奇幻國沒有其他人比你更適合紅帽子啊 從此之後女孩再也不願意戴別的帽子了 每日都戴著紅帽子在村莊中玩耍 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叫她 小紅帽 就在不久後的某一天 在廚房做著烘焙的媽媽向小紅帽說道 小紅帽啊 這裡有一塊剛蒸好的蛋糕和一瓶紅酒 你快給奶奶送過去 奶奶這幾天生病了 相信她只要吃了這些東西 身體就會好一些的 也因為奶奶住在村莊外面的森林裡 媽媽只能趁天還沒黑時趕緊叫小紅帽出門 小紅帽一聽到能去奶奶家便開心的踏上前往 森林的旅程 小紅帽家距離奶奶家有很長的一段路 而森林更是充滿了恐怖的威脅 就如同這危險的網路世界 沒想到小紅帽剛走進森林時 就碰到一隻 臭陌的狼人 這時的小紅帽完全不知道眼前的狼人是邪惡的化身 因此一點也不害怕 還是自顧自的往森林深處走去 當她走到狼人的面前時 狼人突然說到 早安啊 戴紅帽子的女孩 你在這個時間來森林 是想要到哪裡去啊 小紅帽聽見了狼人的問題 便將自己準備食物和奶奶身體不舒服的事 都告訴了眼前的狼人 狼人聽完便趕緊問到 那我可會很擔心你啊 奶奶家還很遠嗎 她究竟住在哪啊 沒想到小紅帽居然一無一時的 將奶奶家的地址告訴狼人 甚至連家門鎖的密碼都毫不保留的說了出來 讓狼人心中開始盤算起 該如何將奶奶與小紅帽都吃進肚中 並邊想邊陪小紅帽往前走著 就這樣不知道要走了多久 當兩人走到一個花園時 狼人突然向小紅帽說道 你快看看周圍這些花 多美麗啊 你為什麼要一直趕路而不回頭 開眼啊 聽到狼人說的話 小紅帽並也真的停下了腳步 看著這一朵朵在夕陽照射下美麗的花朵 心裡還暗中決定要找出這支中最美的一朵 好送給奶奶當作禮物 就在小紅帽沉醉於花朵時 狼人便偷偷跑開 朝著奶奶家的地質跑去 伸手腳尖的狼人很快地便跑到了奶奶的家中 還模仿女孩的聲音向屋內喊道 奶奶啊 我是小紅帽 我給你送蛋糕 和葡萄酒來了喔 但屋內卻沒有任何反應 狼人便趕緊輸入小紅帽透露的門鎖密碼 門果真打開了 而奶奶就躺在床上熟睡著 狼人偷偷地走到奶奶的床邊 並用他那強壯的狼爪 從奶奶的頭頂拍了下去 奶奶瞬間就被送回了上帝的身邊 而奶奶的居體則被狼人給大謝八塊 分別放在不同的碗中 當狼人準備開始大塊躲衣時 他突然想起 更鮮嫩多姿的少女小紅帽 正朝著奶奶家走來 便放下了手中這些可口的食物 換上了奶奶的衣服 假裝生病的躺在床上等著 小紅帽的到來 就在不久之後 小紅帽手中真的握著一株美麗的鮮花 來到了奶奶家門口 看到奶奶家的門敞開著 小紅帽心中算覺得奇怪 但當他看見躺在床上的奶奶時 便沒有任何的懷疑 因為在他的心中 只想盡快和奶奶一同享用美食 和欣賞這朵 漂亮的鮮花 當小紅帽一踏進奶奶家 便急忙向奶奶說道 奶奶啊 你的孫女來啦 我還幫你帶來好多好東西呢 但我現在好餓啊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先吃的呢 床上的狼人便趕緊起身 為小紅帽端來兩碗奇怪的東西 碗裡裝的便是奶奶的手指與鮮血 狼人壓低聲音向小紅帽說道 可辛苦你啦 這碗裡是幫你準備的花生和飲料 你就快吃了他們吧 餓壞了的小紅帽便也不宜有他 怕了將這些奶奶肉給吞下肚 但小紅帽卻一直向狼人抱怨說 這食物和飲料的味道實在太奇怪了 狼人只能趕緊說道 看樣子是你在外面玩耍 吹到冷風著涼 這味覺才會改變啊 你快把衣服脫了躺上床 這樣才能快點好起來啊 小紅帽雖然覺得奇怪 但只能照著奶奶的畫作 便將自己脫個金光後躲進 被窩之中 當狼人看見小紅帽脫掉衣服便向他說道 我將你的衣服拿去火爐邊烤一烤 只要你要走的時候 就可以穿上溫暖的衣服 你就也不會著涼了 但當狼人拿著衣服走到火爐邊時 居然是將衣服直接丟進火爐之中 衣服也瞬間化為灰燼 當狼人走到床邊時 躺在床上一絲不掛了小紅帽 終於認出眼前奶奶就是自己在森林中遇見的狼人 但一切都來不及了 狼人馬上就跳上了床 強行侵犯了這沒穿衣服的小紅帽 當小紅帽尖叫著想要逃跑時 狼人那強抓的狼爪從小紅帽的頭頂拍了下去 小紅帽瞬間就被送回了上帝的身邊和奶奶會合 而狼人也開心的慢慢想要著奶奶和小紅帽的躯體 當他吃飽後才大搖大擺的離開了奶奶家 而這可憐的小紅帽也永遠都不可能回到 媽媽的身邊了 小紅帽是一則德國的傳統童話被格林兄弟收錄於格林童話集中 我們上回也曾經說過其他格林童話的故事 幫大家放在上方的資訊卡 小紅帽這個故事其實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經出現 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依所欲言 在口語相傳中被分為小紅帽和狼河七隻山羊兩個故事 而在17世紀之前 這個故事並未有任何文字記載 因此故事中的反派角色不一定是大野狼 而是被稱作吃人怪物或狼人 關於狼人的起源故事在上回的影片中有詳細的描述 幫還沒看過的你放在上方的資訊卡 時間一直到17世紀末 這個故事才終於被作家夏爾佩羅收錄進 《兒媽媽的故事》這本文學集中 裡頭最具代表性的紅帽才首次出現 而小紅帽當初會被記載是要用作勸勢的用途 夏爾佩羅在故事後表明這是用來警告女性 要小心在外頭遇見那些整天油嘴滑舌的男子 若像小紅帽一般單純的相信男人最終可能會遭遇最可怕的下場 而受到最大傷害的往往是較為弱勢的女人 而這個預言性質的故事一直到19世紀 才被格林兄弟改編為驕傲平易近人的童話 並收錄於格林童話集中 也就是大家現今最常看見的版本 而在西元2011年 小紅帽也再次融入狼人的故事 改編為驚悚電影《血紅帽》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這部改編過後的小紅帽電影